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回不到大陸 我知道開放雜誌說過 北京的上訪村貼過我的東西出來 懂得惡場 你更加可能回到大陸 或維基百科都知道 我有一段遭遇 2007年的時候 我遇到一群上海的冤民 主要是被人非法強欠他的房屋 土地的冤民 我不以為意 因為我們上不去 胡錦濤突然間取消我的請貼 沒有辦法 這是後話 他就掉了 但在2008年他又來找我 一位叫作弊郭珍女士 作弊郭珍女士 作弊郭珍女士 真是一個典型 她的丈夫被人們打死 因為收地的問題 她一路支而不捨去追 要拿回公道 她自己又成為另一個 虎主,因為他又被人打 打到你現在看到他,你知他一定是還了一個來相 因為他整塊臉很白,這裡的口唇是紫色的 即是說其實他的血脈不是很痛 隨時都會找 他就來找我 我就把他的情況寫了,即是他有一份材料 我就打電話給立法會主席犯罪 因為當時我想第一個就是他人大代表 將來他做常委,根本做了常委 不過他說我做立法會主席 我暫時不肯使常委的職權 我想最好找人大常委 對口單位 怎知道范太告訴我這次不行 因為在2008年1月開始 中共政府已經規定了 港區的人大是不可以在香港接受新造 就不讓人在香港上訪 沒有了,我迫不如無奈 因為那天范太就是榮優 穿得很漂亮,穿得紫色的套衫 我說我下來找你,我想他很怕我便會搞事 當時怕我藉主這件事搞,我也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無論如何都好,我都要做好阿系女士給他 我覺得與其人怕人搞事 都不如怕自己身有事更好 那我就給他一份東西,我會走 現在阿系國珍女士怎樣呢? 是私設公堂的,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王岐先生把那些上訪的規定拿出來是死罪呢? 因為他們是私設公堂 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上訪是寫在憲法裏面的文明 即是明文寫了權利 但你上訪的過程裏面 我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齣叫做 慘過梁天内,苦過金業局 梁天内就是七師八命九尋 因為只有零貴卿被他弄死了 梁天内告御總 即是逆進暗殺追殺 終於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上訪一樣 為什麼呢?其實在北京 是每一個省都有一隊省派的公庫 去對付自己省或市 即是出名的直轄市或大城市都有 私設公堂 就是先頂一鎊,先打一鎊 然後就逮捕他回去 找人都有 今次請砌山豬肉 然後就說一刻你走 如果你再上訪就繼續打 所以是國珍女士的遇事 其實如果各位觀眾都可能有些留意 就是幾年前其實 某一個本土媒體 出的那本書是關於上訪者 其實都說了很多 關於上訪人士 自己本身的生活情況 或者其實每一個 可以介紹一下 是的 那本書本身就是上訪者 都可以說出版社的名字 就是明報出版社 其實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都覺得有一件事很感動 就是因為 老實說上訪這個題材 本土媒體已經消失得 就是無影無蹤 你絕對沒有人在CCTVB CCATV 看到關於上訪的新聞 但是你會見到其實 本土裡面原來有一些媒體 都願意出版這些 這樣的題材 那當然其實 那本書對於上訪人士背後 或者其實你翻譯到 究竟是整個制度問題 或者有上訪這個制度 其實也都反映到 中國政治現實這個狀況 其實都缺乏了一些 比較深刻的批判 但是起碼讓我們知道 其實在中國 不單止有奧運 不單止有 那間開放 其實更加重要 就是有一批被忽略 被剝奪的人 就是一班上訪人士 其實上訪 即是信訪 上訪就是信訪 信訪的權利 上訪就是因為他上去北京城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不上京城 就去省會 譬如四川去成都 你這個大城市 即是上訪作為一個社會現象 其實已經是問題 因為下程不能上達 即是你要越級 越幾級 下面已經壓住你 上訪本身 即已經不是一個很… 有制度 不是一個有制度 很刊明的一個部分 如果我在廣東省的問題 就是去廣東省廣州去信訪處 因為要跳出來 這些上訪 而形成維權的運動 形成維權的運動 這些大量被人欺壓的人 就是變成民間去做和平的公民抗爭的 就是一個結合的對象 就是一個訴訟 我想在下一節就會 講一講 從左派的角度去看 看一看現在 在國內的現實 因為國內有所謂的新左派 是的 這些新左派 就好像沒有上訪 這樣 我也不知道它是甚麼左派 好了 待會再見